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,每天两分钟带你看世界,大家好,我是木木,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。 人口是一个国家组成的重要因素,同样也是一座城市组成的重要部分,而结婚生子在我们国内也是一个传统了。 虽说我们国内全面开放了二胎政策,但是却很少有人会选择要二胎,不过在非洲却有一座城市并不是这么想的。 这座城市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人口翻了三倍,目前已经成为了非洲最大的城市了。 人口数量碾压纽约,拉格斯是位于尼日利亚的一座城市,这座城市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只有八百万人,而到了2016年,这里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2100万人了。 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人口增长了接近三倍,因为在这里提倡一夫多妻制,很多人都会娶好几个老婆,而每个老婆平均都会生下五六个孩子,所以才会导致这座城市的人口增长得如此之快。 虽说这里也有富裕的人,但是多数人还是生活非常的贫穷,这里的失业率也是非常的高, 虽说国民的发展会带动城市的总体经济,但是这里却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,不过这座城市却诞生了很多有名的古典音乐,这也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旅游。 好了,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,下一期,木木将会带大家去更有意思的地方。 本视频原素于网络由木木看世界剪辑制作,想要看过多精彩视频请关注木木看世界。